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人权问题 促使外国公司加速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一代 新数据显示 随着西方公司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 在美国进口的亚洲低成本商品中 中国商品市占率跌到10年来最低水准 海地从3号开始连日降下暴雨 造成大规模洪灾 全国多处摊放 上千栋房屋受到损毁 至少15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8人失踪 随着搜救行动展开 死伤人数恐怕会继续攀升 当局估计有将近1万3400人被迫撤离家园 乌尔战争持续 多国陆续援助乌克兰各项军备和物资 拉脱维亚政府近期提供一批另类支援 66辆汽车 而这些汽车都是从酒驾者手中没收来的 拉脱维亚政府去年11月通过刑法修正案 如果车主在酒精影响下驾车 或是拒绝接受检测 车辆将会被政府没收 并且无偿转让给乌克兰当局 世界排名第三的赛尔维亚网球名将乔科维奇 4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 以6比3 6比2 6比2 击退秘鲁选手瓦里拉斯 成功闯进8强 继续朝破纪录的第23座男单大满贯冠军麦记 新唐人雅电视 战利报导 本集结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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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